杏竹坚实乡有位蔡杏竹人 109年向友人买了一只受伤的幼猴 带回家中治疗 随着猴子伤势日渐痊愈 加上长时间的相处 猕猴与竹人之间培养出情谊 虽然期间竹人曾也放过一次 但不久后又回到竹人家中 经过一番考量后才决定饲养 只不过这个出自善心的举动 却遭到其他民众拍照检举 蔡杏竹人也因违反野保法 可能会吃上罚款 我想说我们来养 来给它治疗 好了以后我们再放 放走了大概相近一年 又回来 真的是没有回去的话 也好可怜没有东西吃 干脆再把它拴起来这样 没有其他的恶意 我根本不知道法律 为什么有约束这个 近年来也保法修法 在108年1月9号 将台湾猕猴调整为 一般类野生动物 但无合法来源仍不可饲养 而根据领悟局统计 从108年至110年 地方政府处理非法饲养 台湾猕猴案件 总共就有八件共11支 但都没有进行裁罚 而是以末路的方式处理 因为有些民众他可能 从一些管道上取得到一个 台湾猕猴的话 如果不适合法 他就会违反野保法 一个规定 希望民众如果说有 捡到台湾猕猴 还是依照程序来去跟 地方政府来查报 黄秀娟强调 若是施养个体来源 为猎捕而来 以抵触野生动物保育法 第17条规定 也可依该法第49条规定 除以6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款 民众如果发现 落单的猴子 则请拨打1999专线 请有关单位 协助处理 原则新闻 虎树把渡 新竹竹北台北市采访报导